你在台灣也打過算職業的排球 對對對 然後來到韓國打 那你覺得這樣的體感上有很明顯的落差嗎 落差蠻大的 運動環境 然後對於選手的照顧三餐 球隊會攻擊 然後住宿也都在同一的大樓裡面 所以台灣是不提供宿舍是不是 不提供 而且也沒有提供失誤 條件也沒有來得這麼的好 你說的條件是薪水的部分 對對對 大概差多少 差很多 有 應該有 三倍左右對不對 歡迎來到魏公子吃飯 今天魏公子來採訪了一個 從台灣來到韓國打職業排球的 牛紅米選手 對 大家好 對 近距離看你讓我又有一種很不習慣的人 我很少太高了 我很少抬頭看人 運動有了 你身高的多高 191 可是我在球隊算矮的 也對啦 因為排球員其實身高高一點有力 對啊 王子比較高 身高矮都要普遍是當那個 Livero對不對 Yes 我們在的地方是 KB Stars的訓練基地 這是他所在的球隊 叫KB Stars 開拍前已經先看了一下環境 我就要 厲害了 很專業 等一下我們在採訪的過程中 再仔細地聊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他的宿舍 運動員宿舍 比較秘密一點 走走走走 這邊是像飯店的宿舍 欸 真的很像飯店 那這邊是我的房間 但是沒有房 他的房間是1116 但他有點拍誰放裡面 裡面貼了太多那種 有沒有性感辣妹的海報 你說有空房 有空房的嗎 這邊 就一樣 我們的格局差不多像這樣 啊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對對對 很小對不對 可是一個人就覺得就可以了 這個床大小是OK的嗎 對 都OK 你們特別高耶 這是訂製的 哦 這種角都不會超過 哇 確實好像特別長 你可以試著彈彈看 看大小有多大 欸 可以耶 可以啊 那這個景色也不錯啦 你看 應該是11樓 可以看華晨 天氣好了 對對對 看得到 然後那邊有熱氣球也可以看到 有熱氣球 對 水源熱氣球 哦 是哦 這旁邊有一個書桌 平常都是在這邊看印記啊 哦 OK 比較窄啊 我比較窄的都在房間 冰箱也是其實就很小的那種 飯店用的冰箱 那你的色情海報是貼在這邊還是 好像差不多這邊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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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啦 邊看電視邊看海報這樣的概念 沒有電視我也看不懂啊 他們是韓國的 這個是你房間也有是不是 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放這個 應該是為了除臭吧 因為就是可能運動員身上比較流汗啊什麼的 可是其實每天都會有打掃而已來打掃 就有點像飯店 哦 你的房間也是 對 衛浴也是非常像飯店 超像啊 就是飯店 對 一個人剛好 但兩個人的話就會有點偏小 那這樣如果是有運動員是有家人怎麼辦 都會回家 所以他那個就是固定他休息的房間 對 好 那這邊就是洪明跟那個漢國選手們交流 交宜廷 對 漢國球員教他韓文這樣的話 然後他教韓國人 是台灣的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國際上的交流 這個比我不錯呢 今天的霧比較大 不然應該可以看到更遠 真的哦 這邊水就隨便喝 有飲水之外也有礦泉水 我以為你們會一直喝鹼性飲料 我不喝喝飲料的 所以你喝的只有水跟酒 水跟酒 對對對 我只有喝水跟酒 飲料比較少喝啦 是哦 所以台灣也是嗎 對啊 我從小就不喝 嗯 喂 這樣的台灣人少見了 好 那我們去繼續逛 他的那個衣櫃 這是劉宏明的另外的衣櫃 因為房間的衣櫃太小了 我衣櫃其實不多啦 所以你很常裸著身體出去這樣 沒有啦 就是長袖長褲 真的沒什麼衣服 平常會有阿姨幫我們洗衣服 然後洗完就會直接放進來櫃子裡面 折好 放好 好貼心哦 超棒 選手你只要好好專心練習就好了 這蠻重要的 真的 對 因為其實這種生活上的雜事 其實蠻花心思的 所以意思是說你要洗的衣服 你就放在房間裡就好 像外面有一個藍色桶子 就是可以放髒衣服的 我看看 現在是空的 就是阿姨拿去洗的 可是他怎麼知道這件衣服是誰的 所以我們的衣服上都要寫名字 啊 啊 你看我自己都會寫名字 但現在有點掉了 這個地方就是 一堆餅乾 球迷朋友送我的禮物 宇安賽他們就會拿一些東西給我 我就把它集中在這邊 哦 所以這邊我看到 義美小泡芙是 台灣粉絲啊 特地來然後送的 還有這個耶 科學麵啊 旺旺千倍啊 這些 哦哼 那你是很愛吃零食嗎 比較少啦 當然你是謝謝他們啊 對 因為其實他要管理生產 剛才有看到那個他的體脂肪變多啊 可是我很喜歡吃這個 這好吃 所以韓國餅乾是韓國粉絲送的 對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耶 這感受到粉絲們對你的愛 感謝 真的 真不錯呢 當運動員 要珍惜啦 對 珍惜 OK 然後就應該說 這一個 黃鱓鱼 還有一個 這個 賣光了他的宿舍 我進去他房間看 檢查了一下 那个色情的海报确实不太适合 没有啦 好那现在我们逛完之后呢 要去哪里 午餐时间 所以我平常会去吃的一间中华料理 我以为你会吃韩式料理 结果想不到 有点偏韩式吧 韩式的中式料理 还是有点想念可能台湾的味道 可能中华料理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 对啊 好 请带路 OK 出发 Let's go 我们来到了刘宏明选手的最爱的店 这间店的老板娘是她在韩国的干妈的感觉 她对我很好啊 我真的来吃很多次 应该有二三十次应该有 你最常吃的 我说我 这些什么 是 西红烤鸡肉? 是 西红烤鸡肉? 是 西红烤鸡肉 哦 这样吃吗? 是 西红烤鸡肉 哦 红烤鸡肉 那么这个四个吃 老板娘也知道她喜欢吃的什么 所以四样全部都知道 宏明选手最爱吃的这四样东西 这个是虾仁炒饭 韩国的中华料理的炒饭 一般旁边都会放炸酱 然后这个是 炸鸡肉 就是加牛肉肉配进去的炒码面 这炒码面我相信常来韩国会很常看综艺节目的人不会陌生的 那这个是 辣牛肉汤 对 但就感觉好像是比较中式的做法 感觉里面的料不会差太多 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 韩国的中华料理卖的尖饺 虽然叫尖饺 它其实是炸的饺子 对 炸饺子 老板娘说刘宏明选手会把辣椒粉撒在上面来吃 就增加它的味道 层次感 所以你爱吃辣是不是 慢慢喜欢吃辣 是哦 OK 原本不吃 所以本来在台湾是不吃辣 来韩国就习惯了 那我们就边吃边分享一下这个食物的感觉 我先吃这个虾仁炒饭看看 吃这个就整个味都开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 好吃吗 对 好吃 感觉可以每天吃的味道 因为它也不会太油 然后那个咸度是用炸酱 常见的蛋炒饭的话 蛋是分开来的吗 对 它是一片上去盖上去 蛋整个淋在上面的感觉 挺好的 这个不错 而且分量又很多 给过给过 然后再来这个是 插豆酱饭 牛胸肉片炒马面 老板刚叮咽我说要搅拌 味道才是比较正常的 分量超多的 这个分量是正常的 你来的时候它一般也会这个分量 对啊 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我们拍片的人 它就是给这么多 哇 很惊人吧 对 我有时候来吃也就吃这一碗 你就没有点起来 就吃不下了 好 我来吃吃看 哦 牛胸肉片 赞的哦 比平坑辣 哎 对 不需要卫生纸 今天比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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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辣度对我来说是 刚好 刚好 Easy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但是我怕它会太辣 台湾应该不太会吃到这么重口味的汤底 这个有点像那种台湾的小火锅 就是麻辣锅把麻给拿掉就是它的味道 宿醉来吃这个 哇 嗯 很有经验哦 有有有 吃这个昆mandu 要撒辣椒粉 这个交给你撒 我平常就直接撒在上面 就大概均匀的撒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照着你的吃法来吃一下 好 主要是吃口感的感觉 因为内馅的话就是冬粉跟肉 没有说特别的感觉 但是炸的素素 这个配其他的主菜比较过 嗯 我单吃就有了就感觉还好 一般吃法是炒饭配它 对我平常都是这个菜 那现在我们要来吃另外一个 韩国人一般可能会觉得是 所谓的 炒马饭的感觉 但这里称它为 有鸡蛋 很可憐 因为它有加牛肉 诶 我跟老板娘要一下那个汤碗 谢谢 饭 把我们换成刚起锅的饭 它真的对你很好 很照顾我 你会泡进去吃还是分开 分开 我泡进去吃 我可能会没办法 是 会重口味 然后这个汤给你 那我是喜欢泡在一起 泡饭 对 你可以喝下去 这个我当然可以啊 这对我来说小辣 有两样东西 对韩国人是一个 出动自贞性的东西 吃辣 可以喝酒 怎么样 好吃吗 这对我来说是不辣 汤的感觉浓郁感是有 因为其实它有加牛肉 也有海鲜 所以吃起来很浓郁 目前吃下来 我喜欢这两个 这两个搭配的 可能是最完美的组合 但是就可能是要朋友来 目前吃起来确实是不错 那我们先把它吃完之后 再继续聊 好 刚刚跟红敏选手吃完 主要的餐厅 大家我刚看到你一直哭一直哭 是想太感动了 有时候吃太好吃 就会这样子 太烂 我觉得是确实可能很多台湾人有点难接受 就是那个有些炒马面 可是我去的话他们都会客制 客制化 今天连我一起去 他就可能一时忘记了 好那今天我们吃完之后呢 因为店家感觉中午客人不少 所以我就想说不要打扰他们 我就来到了他们的宿舍的13楼 对 顶楼 顶楼的lounge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进入我们的正式的深入的访谈 那你是从小到大 本来就是打排球的是不是 对 我从10岁开始打排球 10岁开始 我也打了20年 那时候就觉得说很喜欢排球这样 也不是 那时候就是比较好动 那时候的身高也很高 就是在学校里面算高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被拉去打排球 体育老师来找我 在台湾也有职业排球联盟 也有有有有 台湾算是办职业的 台湾的名字叫企业联赛 所以你本来在那边打 对 然后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跑到韩国来打职牌 因为我自己有运动经纪人 然后就透过询问 说今年刚好 韩国联赛有开启亚洲外援这个名额 我就透过这个机会来韩国选秀 是 就被抽中 那所以你在台湾也打过算职业的排球 对对对 然后来到韩国打 那你觉得这样的体感上有很明显的落差吗 落差蛮大的 我们以免得罪太多人 但是你就大致上 运动环境 然后对于选手的照顾三餐 球队会攻击 然后住宿也都在同一的大楼里面 所以比较不会有一直想要跑来跑去的感觉 所以台湾是不提供宿舍是不是 不提供 而且也没有提供失误 条件也没有来得这么的好 你说的条件是薪水的部分 对对对 大概差多少 差很多 有应该有 三倍左右是不是 那你简单跟我讲一下 现在你现在是 偷偷讲 其实这个在文物上都已经公开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多少 亚洲外援的选手10万美金 欧洲洋将又更多了 40万美 跟本土选手比又有一点落差了 因为他们的薪水条件又更好 韩国本土的更好 因为韩国平均薪资本来就比较高一些 对对对 运动员薪水一般来说 比一般人高是正常的 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身体的训练的强度 绝对比一般人高 吃东西一定会比较多一些 一定热量一定要充够 不然会没有力 所以如果是一般人的薪水的话 他们绝对会饿死 还有球队的行销 主客场制 我觉得这个也对我来说蛮不良 这个主客场制不是一般都有吗 所以台湾没有没有 场地就是大家一起这样 就是没有没有分 就可能就分北中南的场地 居住比赛这样 没有什么主客场制 哦 所以跟那个台湾 台湾有职棒嘛 职棒的话就有主客场制 但是排球的话还不到那个level 还没有 啊 主客场制 好来 这个以由选手来说明 好比如说主场的话就是 专门的球场 然后会客制化所有选手的海报啊 然后球场的颜色啊 他们的颜色就是黄色 嗯 贩卖周边商品 球衣 应援曲 口号啊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吓到的感觉 大家有在看什么职业的联赛什么的 就应该蛮清楚 就那个球场就属于那个球队的主场 应援的座位也不一样 主场的话 那你的粉丝们就是坐在哪一边 嗯 那客场粉丝们坐在哪一边 主场粉丝们到自己主场的时候特别high 全部都是自己球队的那个 然后客场的话 粉丝他们会就虚 然后用一些声音来干扰你 对对对 哇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体验 这有点像战争的感觉 所以在主场打的时候确实感觉不一样 对啊 尤其是听到自己的那种应援曲的话 哇 对对对 那感觉不一样了 对对 我上次去他们打球的时候 很high 啦啦队 就是大家感觉是来球场是来玩的 对来玩的 后面有一堆台湾朋友们 然后在那边这样加油啊 就为了 其实我在场上都听得到 听得到是不是 对 听得到中文 你应该听不到 不是因为他现场很多摄影机 嗯 我就很想要被那摄影机拍到 有吧有吧 对有有有 我就拼着面做一些奇怪的东西 好像是啦啦队队队长是不是 嗯 看我那么辛苦 他送我礼物 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他的这一季的 最后一场赛了 所以我还没去看 但是我已经请泽安 他来韩国之前教他一点韩文的 一些韩文 我有跟他说 你的最后一场赛我一定要去 那你刚刚讲到那种 照顾选手的这个部分 你带我去看的时候 我看到你一躺在里面睡着的那个 对那恢复仪器 我就觉得对选手来说都是很好的帮助 那外面的那个像按摩床的那个 就是真的有专人帮你们按摩这样 对因为我们球队有四个防务员 在台湾的话 有些队伍可能连一个防务员都没有 是 所以在这边我就觉得 他们很照顾选手 什么生病的钱 他们都会帮你负责 所以要去看医生 基本上就是球队全部帮你出的意思 他们也有药 这边的防务员就基本上会帮你们处理这些 嗯 很厉害 可以问一下 一个排球选手 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吗 训练的话 我觉得真的蛮无聊的 就是在韩国的情况吗 对 韩国可能7点半起床 然后准备去吃早餐 然后准备9点半早上的训练 早上通常我们是会练重量训练 练到中午去吃饭 吃完饭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然后下午差不多3点 练到差不多快6点 然后准备去吃饭 这个就是这么规律 吃完饭之后去房屋室做治疗啊 放松啊 伤温暖啊 身体修复 对修复 然后修复完差不多也8-9点 是 然后就回房间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差不多10点半左右就会躺床了 哦 然后隔天就醒了 醒来之后又在这边 就是日复日日差不多这样 蛮规律的 有比赛的时候呢 早上我们还会训练 晚上是比7点 所以我们不会吃晚餐的 4点的时候球队会提供点心时间 给选手去做补充营养热量 所以即使是比赛当天 早上还是会训练的 嗯 也是一样的 简单一个小时做 算热身 球感热身 感觉一下 没有训练的话 通常就是一定需要睡到自然醒 因为我觉得睡眠对我来说很宝贵 11点差不多洗床 如果假如新起来之后想要去市区 再搭车去市区走一走 那你来韩国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应该就是语言的吧 可能有些比较深入的 想讲的可能没办法 透过第一时间去表达出来 所以这边语言主要是用韩文来沟通 他们都用韩文啦 但我都用英文 所以我们都要翻译 是 我们球队有翻译 哦球队专属的翻译 嗯 那他翻译是中翻韩吗 没有英文就英文 英翻韩哦 所以你要用英文跟他讲之后 他们再进行帮忙进行沟通 对对对 所以你英文很流利 没有就基本啦 基本沟通啦 所以你就跟同僚们 就是基本上用韩文章话来沟通这样 对啦 然后我也会教他们 台湾的章话 反到现在是相反 他们都用台湾的章话来对我讲 一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 都有 哇 是哦 他有时候叫我名说 鸿鸣开玩笑的啦 是是是 就我们关系可以开玩笑的 对 男生之间我应该比较懂啦 男生我发现台湾男生也好 韩国男生也好 男生之间就是不用用章话开头 就感觉 就不静的感觉 感觉没办法交流 一定要先用章话来开启这个沟通键才行 对 就我所谓的教练们 一般对选手也很凶 蛮严格的 教练会也是会念啦 会骂 有人对我讲章话 就是什么 我都听得懂 两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 一连串的 它是一连串的 一连串就是连续讲两分钟这样 有时候听会觉得 哇我在演韩剧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哇塞 他直接对着我讲 因为教练在讲话的时候 翻译通常都要在旁边 把教练所讲的话 翻译给我听 可是把帐话给他全部去掉 对 他把帐话全部去掉 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但我都听得懂 哦 是是是 所以那种氛围 你觉得可以接受是不是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啊 我觉得教练会胸 一定有他的原因啊 就是一定是想要为这个选手好 那这一季表现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状况 还不错 比热身赛 然后都觉得都还可以 然后到联赛正式开始 大家的能力好像都 往上升了一几 那种感觉 你说热身赛是跟其他的球队 对每一队都会打 热身赛可能在轻松你的能力 哦 所以到决赛 不会显现出真正的本事这样 也有可能 强度慢慢的就变得很强 有不适应一段时间 是 到现在其实表现 不甘心的状态 我觉得我可以更好 你自己不满意 我不满意 我觉得我可以再更好 所以目前是 确定是没办法进季后赛 对 目前没办法进季后赛 有点可惜了 我听你说这里是一年一千 是不是 嗯 基本上这次的合约 这一季结束就是结束了 对 那你自己是想要 继续留在韩国的联赛吗 当然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 开始习惯这个环境的强度了 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到这些 感觉可以做得更好的感觉 到现在我觉得不甘心 还是一样就觉得不甘心 就觉得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当然会想要再表现一下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可以去其他国家 就比如说日本 日本我有去过啊 哦 有去过 所以之前在日本打过指派是不是 对 不局限是在哪个国家 但是希望可以留在韩国 因为我对韩国文化蛮喜欢的 哦 跟日本比起来的话 你怎么说 也是从韩剧里面发现的嘛 大家看韩剧就觉得幻想那种 下班去喝点的那种烧酒 果然 泽安跟我说 哦那个鸿鸣哦 很爱喝 我不在了 我是享受 现在我身体不好 所以没办法陪你喝 没事没事 我喝就好 你看着我喝就好 韩国人是用烧酒来评估自己的酒量 你是可以一次喝几瓶烧酒 五六瓶应该可以啊 五六瓶哦 韩国一般不太会喝的 可能是一瓶 烧得好一点可能是两瓶半 三瓶 那五六瓶你就比一般平均的韩国人更厉害一些 嗯 对果然没看错哦 有原住民协同的朋友们 不便就是 没有没有 可把印象都换印象都换印象 就是一般的那种休闲文化 比较对的味 就比较热情 对我来说韩国人蛮热情 我在韩国就比较少机会看到台湾选手 希望有机会的 有这个缘分的 可以在韩国想看到台湾选手的表现 这样我就可以去坐在那边耍宝 帮忙加油 对耍宝 然后就被摄影机拍到这样 哈哈哈哈 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给 有想法 嗯 想要到韩国或者是国外去打球的朋友们 讲的话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 想要去出国打球 想要去看看不同的世界那种感觉 去了解一下不同国家拍球的话 我觉得比较局限自己 收获的会更多 体验的也更多 然后语言也要先学一下 至少英文要先学一下 有办法自然沟通 对啊不然到时候 如果假如真的有这个机会 但是语言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真的要去付出 而不是口头去想讲那种 那今天谢谢虎敏 其实希望你可以继续留在韩国 哈哈 希望 希望听到好消息了 嗯 对 我也加油 我不是什么用啊 喔 溢 溢 cess 你们 карт response